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是蘇建和 然後我是在1991年的時候 被判死刑 丁岩 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一個案件嘛 不關我的事情啊 反正不要冤枉我就好了 在那時候 只開了三次停 然後到下一次就宣判 好像做夢一樣 自己明知道自己是冤枉 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被警方刑囚 然後認定警察是我殺人 所以我在2006年被法院判決死刑確定 被關了5322天 他們直接把我返在檔架上 拿了一條毛巾 往著我的鼻子 然後嘴巴蓋住 然後開始灌水 當你吸不到空氣的時候 你會掙扎啦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快要死掉 我在訴訟的過程中 我都必須堅強地去面對 然後 可是有時候 晚上其實是真的很痛苦 夢到被電擊被灌水都會驚醒 當你被判死刑定驗 要執行 他不會通知你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帶出去執行 所以你只能等待 每天都等待 你一天一天一天的等 最難過的就是在等待的時候 你那種心情 你一邊會很期待他們趕快來帶你去執行 趕快解脫 因為死對我們來講 當下是一種解脫 其實一開始回來那段時間 其實不太敢出門 一來是怕人群 二來是 不喜歡出去被遲遲漸漸的那種感覺 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才比較能適應 我們社會正常的生活 好快 我條件 啊 嗯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